兵不再多 再精 将不再勇 再谋 如果要比将士多寡 我永远也比不上袁绍 可是要比起金汉和智谋 三个原本出榜一块 也比不上我一个曹操 曹操面对袁绍即将攻来的七十万大军 一副从容淡定的模样 可朝中文武官员 却被眼前处境 吓得自乱阵脚 曹操见此情景 只得出言稳定军心 他告诉众人 对战获胜的关键 在于士兵应该精明强悍 而不是以数量取胜 如要战胜袁绍 我只要精兵七万即可 这话让众人很是惊讶 因为他们根本想不到 只要七万将士 怎么能战胜近十倍的敌军 而让他们更没想到的是 曹操早在八年前 就开始为对战袁绍做准备 他先是选拔出各个地方最勇猛的将士 再将他们全部调到眼中 组成一支精甲队 每天秘密练兵 在这八年的时间里 精甲队日渐壮大 如今已经有七万人之多 其中包含四万铁骑 二万人之多